在《真的事情》 在印尼有一个张先生 他三十年后才找到失善的初恋情人 三十年之后 都已经变老头老太太了 满脸皱纹看得还挺开心的 年过五十 两个人又开始了十七八岁的初恋 甜蜜的日子才开了一个头 被一场世纪大灾难 就是印度洋大海啸 让他太太离开人间 他们结婚才三年 海水带着摩托车冲向了他的家 把他家一下子冲烂掉 他的先生死命地拉住他的太太 结果太太为了不想把他先生脱下水 他就松开了手 太太就自己被咆哮的海水 瞬间就冲走了 所以这是真的故事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今天好了 不想想以后啊 想一想 印尼过去的有一些惨案 想一想 我们今天学博做善事 就是为子孙积福积德呀 我们怎么不要念经来保护他们呢 所以好好地学博 因为人的生命短暂 才显得珍贵 来一趟人间不容易呀 我们一味地说我活得长一点 最后实际上生命还是在你的打工 挣钱活着当中慢慢地缩短 要认识自己 多做善事 来改变自己 你才会慢慢得到福和会 你会得到永久的平安 年忘记 Faiz 我能够 Lettion 我们下宫 和我们下宫 你会让我开门